你知道吊箱的生产安装过程吗 今天让你从头开始看 这是吊箱外感的原料 可以看一下 它是非常纯净的PP塑料 没有任何一点杂质和二手回料 由这根管道 通到这个蓝色的住宿机里面去 住宿机把吊箱住好之后 全自动机器把它传送到传送带上 这个机器生产的是白色吊箱的外胆 可以看它白色配上的涂料 工人安装吊箱底垫和伸降脚加粗管 套上OPP带防止落成 吊箱生产完之后 由安装小哥进行全部的安装过程 现在再安装吊箱伸降脚和吊箱胶垫 伸降脚安装好后 下一步就是安装配件和伸降脚开关 因为配件模具中已经有了特定的配件安装加厚的地方 工人只需要把螺丝打到设定好的安装孔处就可以了 加厚的设计让支架安装后更加的稳定 不易摇晃 下一步是安装内胆 并把内胆和外胆用螺丝固定在一起 再把生产好的吊箱盖子盖上就可以了 这边是打包发货的地方 昨天晚上和今天下单的包裹都在这边 给大家飞快的安装发货 这就是木马仁吊箱全部生产过程了 这是木马仁吊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